随着扫子化跟教育环境的改变 台湾的大学教育变得十分普遍 不过1955年创校的台中市东海大学 经过了大渡山上60多年的岁月 目前还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大学名校 除了陆思义教堂之外 东海的各个角落 都是东海人最美的情感寄托 生命中最重要的回忆 2019年9月22号中午 东海大学学术发展文教基金会 选择在台北市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一场老旧学生宿舍 整建的募款餐会 这场生会吸引了董事会 下方人员跟300多名校友参加 我想这次募款餐会主要是 为了我们可以把东海的一些老宿舍 加以整修 因为我们东海人过去在学校期间 在宿舍跟同学的相处 彼此学习都有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那东海现在当然 学校也陆续投入一些经费 在做一些家具的更新 但是我们的TEFA 我们的校友非常热心 也希望能够对于东海的两栋老的宿舍 能够把它再做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整修 在这次的募款餐会当中 有许多学长姐愿从各地赶来认作赞助 有更多的校友提供许多珍贵的画作 古文物跟艺术品 让工作人员进行拍卖募款 场面相当文心热闹 而且校友们的慷慨解囊 让主办这次活动的东海学术发展文教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都相当感动 今年是我们TEFA创立了20周年的年度 所以我们很高兴来办理这个餐会 那我们这次餐会的主题是来 募集一些我们这一个老旧宿舍 学生宿舍的一个基金 来做一个整建的服务 让我们的学生有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生活的品质 让我们学生能够好好的读书 为我们东海争光 东海学术发展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李士尧表示 这次结合校友们的资源 凝聚东海向心力 集中大家的力量 希望筹备到500万以上的款项 用来整建东海老旧宿舍 也获得很多校友的支持 其实今天很高兴可以参加这个 东海学长姐的聚会 也知道好像最近要开始动工新的宿舍 我希望我们做的这种荷兰的防埋砂装 可以应用在新的宿舍 能够带给之后学弟妹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受学长的邀请来参加这个餐会 那我发现我们学校的气氛都非常的融洽 那也让我们回忆起很多我们住宿的生活 那非常谢谢各位学长 谢谢 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其实呢是一个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场所啦 不但认识了学长姐 还有因为各个学长姐在各个不同领域有各有专精 所以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也跟各个不同的一些学长姐做交流 我觉得就是好像让我回到校园一样 其实从东海毕业之后一直想要回馈校园 然后这次刚好台北校会跟各个学长的邀请 然后来到这边很开心 参加校园就觉得回到以前东海的时光 而且东海人很特别就是有一个这么好的校园 会邻居不管是借数差别多大 都好像是一家人永远就有那种亲切感 为了让募款活动更加丰富多元 东海学术发展文教基金会 还邀请雅果游艇副总经理 也是东海气管系毕业的校友胡俊宁 举办一场演讲会 基金会将来还会计划举办各种活动 除了联络校友们的感情之外 也可以交换生活资讯 跟工作经验丰富彼此的生命 让东海精神远远流长 省省不息 记者陈文旭 周地和台北报导